上 人家都说半君如半虎 一不留神 随时都有可能掉脑袋 唯独撒家 把那皇帝小儿 当成一只猫来耍 万岁爷是猫 它不是猫是什么 撒家建了一栋暴房 把它圈在里面 它还玩得不亦乐乎 将所有朝中大事 全都交由撒家处理 撒家是要风有风 要雨有雨 整个朝堂之上 几乎都是撒家的人 你说这跟皇上有何差别 难怪外面都说 说 说什么 说他是做皇帝 您是厉皇帝 不过有一天 撒家战累了 也会坐下来的 禀杜主 还是没有朱顶才的下落 那你还回来干什么 杜主 请您息怒 滚 再查不出那小畜生 你就别回来见我 是 慢 你要跟洛飞一样一逃了之 那你一家老小 必死无疑 好 滚 马勇 你想干什么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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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爷天字聪明 不用我说 你一定明白 这个嘛 静静姐 你说呢 小王爷是秦王 这么简单的道理 哪里能得到我说啊 你们俩说话怎么一搭一当的 像他说王似的 你可真会比喻 驾 驾 活得这么难过 干脆给他拼了 疯了 快向多众请罪 我是疯了 我要是不疯 不会来这个鬼地方 你在说什么 再不认错 我就把不了你 驾 我知道了 驾 笑一跳 你知道什么了 你为什么要绕着走 而不走观塘大道了 为什么 你上次告诉过我 有吗 我怎么不记得了 怎么没有啊 你有马不骑 为什么要改步行呢 这招在战术之中 名为欺敌 什么叫欺敌 就是敌强我弱之事 把对方带到沟里 我们好趁机逃脱 你也自身难保 不可以 不可以 分明是自寻死路 这个 好像跟那个不太一样 谁说的 明居按马偷吃炮 为的是打败敌人 都是相同的道理 有什么不一样的 说得好 你小小年纪 怎么会小到呢 因为先生教过我们 凡事要举一反三 小王爷不愧是小王爷 没错 为了防范燕贼 再派人来追杀我们 咱们避其锋芒 用迂回的方式前进 尽管多绕了点路 可是安全多了 原来如此啊 难怪我们这一路上 消停多了 很少遇见那些牛鬼蛇神 那我们能顺利进京喽 嗯 有几老毛深算 诡计多端 咱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哎 这盘棋可真难下 都主 请善吧 都主 非侄听人说 东营有一种武士名叫忍者 他们的本事大得很 我们不妨把他请来 肯定能对付那小鬼 嗯 嗯 锦师 你刚才说叫什么 哦 忍者 忍者 什么叫忍者 就是刺探军情的细作 哎 撒家要细作干什么 要打听那小畜生 咱们的锦衣卫遍布天下 哼 比细作管用多了 都主 这跟咱们场位可大不相同 有何不同之处啊 据卑之所知 那些忍者 产于日本判断自己 诸侯们为了争权得利 命令一些高人 从小培养出来的特殊武士 他们很小的时候 就被带到无人的深山老林 从事各种非人的训练 他们练习武艺 攀元 清风 秋水 暗器 甚至是尸毒 还能引迹前宗 杀人 于无形之中 下从4岁 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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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